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袁國勇教授懷疑受到壓力 在昨晚漏夜撤回了他那篇批評中國的文章 到底是發生甚麼事 事源袁國勇教授和龍鎮邦教授 在昨天的《明報》撰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大流行 元起武漢 17年教訓盡亡 這篇文章其實是擊中了三大要害 第一是不點名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Twitter上鼓吹的美國源頭論 說他所說的東西 是沒有任何科學和事實根據 而且在這篇文章的標題用到大流行 始於武漢 小標題也提到 更指大疫 始於武漢的說法 第二是指出中國人民濫捕濫食野生動物的漏襲 而且更加點名批評野美市場 是萬惡之源 第三 這篇文章有多少政治不正確 用中華民國來形容台灣 故此當這篇文章發佈以後 其實在中國所引來的迴響 比起香港是更加之大 因為那些小粉紅一看完 袁國勇教授這篇文章以後 他們的玻璃心就碎到一地 而事實上 袁國勇教授的這篇文章 也是擊中了中國的要害 昨天下午的時候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廣州開記者會的時候 隔空發工 不點名批評袁國勇教授這篇文章 到底他怎樣說呢 他說 事情發生在中國的武漢 並不等於 源頭亦都在武漢 沒有證據 這個是科學的問題 科學問題和政治問題 是兩回事 現在已經有人在做很好的研究 通過研究就能夠搞得清楚 但是在未搞清楚以前 就隨便下結論 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當然 其實某程度上 就已經向袁教授施壓了 終於去到昨晚的大約11點 袁國勇教授和龍鎮幫教授 宣佈要撤回這篇文章 他們表示 他們兩位都是科學家 終身追求科學的真理 不了解政治 也從來無意捲入政治當中 文章表達不適當 用詞甚至有錯誤 並非原意 希望外界 不要將企隊兩位捲入政治裏頭 給他們一個空間來研究 而且這篇文章和政治亦無關 旨在提出尊重真相 移風易俗 若當中的守文之誤 引起了任何的誤會 龍鎮幫和袁國勇 表示協議 即是撤回文章 兼道歉 他們兩位的舉動 使得部分網民感到不滿 有些人就指出 袁國勇身為堂堂的大學講座教授 怎能夠發表了一篇文章以後 又輕率撤回 到底你有沒有風骨 有沒有擔當 但是我對於這件事 就有不一樣的看法 首先 袁國勇教授 其實已經成功達到 講真話的效果 使得這篇文章 能夠在社會當中 廣泛傳播 本來這篇文章在香港也沒有回響 因為可能香港人不習慣看這些長文 但是當他高調宣佈撤回這篇文章的同時 這篇文章的點擊率突然之間大升 你說就說撤回 但是當然有些網民已經把那篇文章傳了黨 於是一整晚在社交平台之上 無論是Facebook 或者Instagram的限時動態 都是充斥著袁國勇教授 以及龍鎮邦教授的這篇文章 使得接觸面更加廣 這種低調刊登 高調撤回 其實更加收到傳播的效果 因為當市民知道 原來你這篇文章遭到打壓的時候 傳播的速度只會更加快 其次的就是 雖然袁國勇教授撤回文章兼道歉 但是在他那篇的聲明當中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保留 他就提到 是文章表達不適當 用詞甚至有錯誤 並非原意 在說 他知道筆不夠厲害 沒有推翻到文章裡頭所有的定論 沒有推翻到文章裡頭所寫的內容 更加沒有說 文章裡頭寫的東西是沒有科學根據 而且他還說到 若當中的搜紋之誤引起任何誤會 他兩位就表示協議 大家必須要注視 原來他兩位的道歉純粹是就著搜紋之誤 我就傾向相信他們說的搜紋之誤就是 將台灣寫為中華民國 這就屬於搜紋之誤 即是手快寫過籠 或者是手快寫錯字等等 就沒有推翻到文章的內容 這是重要的 他們的道歉不是說自己那篇文章的內容 全部寫錯了 是沒有證據 他們不是在說這件事 而且他們沒有推翻到 反駁這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所說的那個源頭論 他們絕對沒有就著這些道歉 所以這件事其實相當溫和 而且也顯示得出 他兩位就是擺明不願意跟隨主旋律起舞 偏偏要將整個事件的脈絡 寫出來 將自己所相信的東西美美道來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欣賞 雖然後來他是撤回 我都說了他已經達到目的 撥出了他的水 怎能夠收回 第三 他這樣來高調撤回這篇文章 亦顯示得出 政治就是凌駕在科學之上 大家留意一下 他們不停地提到 他們是不了解政治的 他們終身都是追求科學真理 亦都無意捲入政治風波當中 為何他無厘頭會提及到政治呢 其實在整篇文章當中 他們都沒有談論政治 純粹是講科學的議題 我相信他也是隔空地回應 鍾南山院士的說法 因為鍾南山院士就說 這是科學問題 科學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兩回事 我又會理解鍾南山這種說法 因為他作為黨員 無可避免地 就是要幫黨出聲 這就是華人經常說的郭惠其主 但是 袁國勇教授我相信他不是黨員 故此如果他服務對象是香港人民的話 他發表得出這篇文章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一個搞科學的人 他絕對不想自己遭受到政治的凌駕 當然 他後來可能遭受到政治壓力 然後撤回這篇文章兼道歉 這就是後話 最後就是 袁國勇教授突然之間撤回這篇文章 更是顯得出香港言論自由的可貴 大家應該慶幸的就是 香港目前還未通過23條 否則他寫了這些大逆不道的文章 竟然將台灣描述成為中華民國 這些分分鐘是出事的 而且 他在香港目前還有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即是僅餘 還有的那麼多剩下 他才可以有空間發表這篇文章 否則 在鄰近的地區 鄰近的國家 袁國勇教授 早就成為了李文亮醫生的2.0 早就變成了香港的吹哨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僅餘的言論自由才行 如果連僅餘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 不要說撤回兼道歉 連發表的空間都會失去了 接著就想說說關於本地的情況 昨天就出現了25宗的新增個案 刷新了單日的記錄 這個當然很大程度上 就要歸咎於外游人士 或者是從外地生活回來香港的底履人士 這件事其實是不值得的 到底為何面對著現在這個 非常時期 還有人走去 這麼他條 外游 現在還說有200個香港人 滯留在摩洛哥那處 實情他們在出發之前就已經知道 香港和摩洛哥就沒有直航的班機 他們一定就要是轉機的 而他們也知道 全球航空的運載能力已經不斷下降 很多航班就已經減班甚至乎取消了 他們還不拿時間回來香港 終於現在人家直接把領空都關閉了 沒得走了 現在就滋滋滋滋滋滋說想要包機 發你的夢吧 特區政府你不要搞啊 你搞這些包機 其實就變相是鼓勵這些不負責任的外游 你搞一次就有第二次 搞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到時候這班人繼續走去外游 總之去到哪裏沒有飛機叫你 來去拯救 浪費時間 昨天的個案當中 大部分都是外地傳入 但是一宗是本地的 這名50歲的女士 原來就經常去到中環的蘭桂坊 消遣 而且還曾經跟大量的朋友接觸 政府正在找他的密切接觸者 真是糟糕了 原來他跟很多人都接觸 如果你跟這個人接觸的話 真是祝君好運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